《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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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我是童文宁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今天是8月23日 经文是记载在薩姆以记上第16章 14到23节 题目是音乐治疗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扫罗的神墓对他说 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神墓 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 等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使他用手弹琴 你就好了 苏罗对神墓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百利行人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宜 容貌尽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素罗差遣侍者 去见耶稀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胃 到我这里来 耶稀就把几个饼和一皮袋酒 并一只山羊羊羹 都伏在路上 交给他儿子大胃 送予素罗 大胃到了素罗 那里 就示立在素罗面前 素罗甚喜爱他 他就作了素罗 拿兵器敌人 素罗差遣人 去见耶稀说 求你容大胃示立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从神那里来的 噩魔临到素罗身上的时候 大胃就拿琴 用手而弹 素罗便舒畅 爽快 噩魔而了他 这个关乎大胃如何被招募 去帮助素罗做音乐治疗的故事 其实是相当直接了当的 但是第14、15和16节 并且第23节 引发的问题就来人尋味了 一位圣洁的神 又怎会猜恶魔来扰乱人呢? 两日前我们的结论就是 神的品格不改变 即是他会按照我们的行动 而改变他处理的方式 在雅各书第1章13至14节 论及试探这件事 神的立场始终如一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是探人 但各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誘惑的 既然如此 《撒慕尔记》第16章14节 是麻烦来的 因为与神的不变品格 起矛盾 这样我们就要看经文的上下文 被对素罗从恩典中堕落的背景 用雅各的词汇 苏罗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誘惑的 苏罗是以自己的意志犯罪得罪神 第一次他不信从神 在撒慕尔未到之前自行献祭 第13章 第二次 苏罗传留阿玛力王阿甲的生命 亦爱色上好的偶像 违反神要将他们全毁灭的命令 第15章 不信从神成为习惯 在这个境界中 神忧伤和后悔立苏罗为王 神选择大卫代替他 神的灵离开苏罗 苏罗就大开宗门 让邪灵恶魔滲入他的生命里面 如果记得若伯的故事 就明白撒旦都要向神 問准才能攻击若伯 神批准撒旦 就是间接地让邪灵恶魔 去扰乱他 还有另一个解释 有恶魔从耶和华拉里来 是指着苦力和不信任的态度 可能是希伯来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说及神容许 这个素罗夫伤害性的性格 现在溃烂出来了 是扰乱他 然而这个经文带来一个意念 就是用音乐治疗成为一个事工 我记得我去过武校天道神学院的研讨会 是以奴魂的著作为课题 一天的专注之后 我们唱首诗歌作结束 这首诗就是《我心灵得安宁》 是由Horatio Spafford作词 以及由Philip P. Bliss作曲的 我深受这首盛诗的感动 一日沉醉在The Wounded Healer 这个受伤的医治者的课题之后 我不能自制地在车厂里唱着这首歌而离开 回到教会走到钢琴前 不停地弹这首诗诗 弹了40分钟之久 作为我向神的祷告和敬拜 是我感情静化的时间 我们做牧者的背着 太多责任在肩膀上 去到快要截断的突破点 但我们继续的给予 在属灵上、情绪上、知识上、身体上一无保留 我们亦是受伤的医治者 但你感谢神 敬拜有全人静化和复原的果效 我便在40分钟内 深深地与神相连 我离开教会回家 不是想走的 乃是早就要走 数日前 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部电影 《The Song of Names》 《明治之歌》 是2019年上话的 是Norman Lebrecht的小说改篇 《犹太人在大屠杀》的故事 一个犹太人的男孩子 叫Davidal Rappaport 在波兰和他的家人分手了 他的家人被送到 Treblinka的集中营 Davidal被一家英国人收养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否生还 直至他听到那首《明治之歌》 这个歌是以死于Treblinka 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为歌词 直以纪念他们 好像犹太人口传的传统 与背诵《摩西应经》同出一切 只不过是在纳粹党的战夫刑 因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好叫死者的名字 不会被忘记 在现在犹太人青少年的小提琴家Davidal 写了以小提琴弹奏的 《Song of Names》名字之歌的曲谱 在电影的末后 他的最后一场公开音乐会中弹奏出来 音乐是相当有力的 当我听到小提琴的独奏 我的心就充满了一阵阵的悲戚 为着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在纳粹党的战夫刑里受苦和受死的人而哀伤 我为这些死亡烂歌 神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仁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Davidal彈奏名字之歌感伤满怀 我的心和他一起躺泪 神那我的天父但愿残酷止住 而医治复原将和平临在 如果音乐可以吸一段时段的治疗 是很好 但我们需要圣灵带来终极完全的医治 给所有受伤的心灵 主啊 你在你的时间里会完成医治 我等候 祈祷是奉你的名 阿们 多谢大家收看愿意神的诗歌 是可以让大家在心中作一个回响 给大家有点感恩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每天上传的视频通知了 谢谢 谢谢大家